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半夜醒来,脑子里思绪纷飞,再也无法进入梦乡。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引起的,而了解这些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 一、原因,亦生活习惯不良,生活习惯对我们的睡眠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晚上喝咖啡、茶或者其他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夜晚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因为含有咖啡因和酒精的物质都可能影响你的睡眠。 晚餐吃得过饱或者吃了刺激性食物,也可能会导致你半夜醒来。 此外,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尤其是在睡前,也可能干扰我们的睡眠。 二、原因二,压力过大关注身体健康。 压力是影响睡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当我们的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时,它会产生一种名为皮质醇的激素。 这种激素会使我们保持清醒。 因此,如果我们在睡前或者半夜醒来时思考工作,学习或者生活中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再次入睡。 三、身体健康问题。 身体健康问题也可能导致我们在夜晚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 例如,患有疼痛如关节炎。 背痛、头痛等呼吸困难。 心脏病、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或者消化不良等疾病的人,可能会在夜晚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 患有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症等睡眠障碍可能也会导致你半夜醒来。 尿频也可能会导致你半夜醒来,因为你需要起床去厕所。 此外,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睡眠被打断。 四、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对我们的睡眠也有重要的影响。 例如,过于嘈杂的环境噪音、过于明亮的灯光或者过于热或者冷的温度,都可能导致我们在夜晚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 二、改善方法。 一、改变生活习惯。 改变生活习惯是改善睡眠的一个重要方法。 例如,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在晚上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避免在睡前吃太重的食物。 因为这会让你的消化系统在你试图入睡时仍在工作。 避免在睡前吃太重的食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避免在睡前看电视、玩手机等电子产品。 因为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身体产生让人困倦的荷尔蒙、褪黑素。 建立规律的作息。 尽量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 这样可以帮助调整你的生物中。 使你的身体习惯于在特定的时间入睡和醒来。 建议在睡前阅读一本书或听一段轻音乐,帮助身心放松。 二、减轻压力。 减轻压力也是改善睡眠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冥想、听音乐等方式来放松自己以减轻压力。 此外,我们也可以尝试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如阅读、瑜伽等。 三、关注身体健康。 关注身体健康也是改善睡眠的一个重要方法。 身体健康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也无法完成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以下是一些关注身体健康的建议。 一、均衡饮食。 保持均衡的饮食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我们需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来保持身体的正常运作。 二、适量运动。 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快走、跑步、游泳或其自行车。 这有助于保持心脏健康,减少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 三、定期体检。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可以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及时进行治疗。 四、避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如吸烟、过度研究和吸毒。 这些习惯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健康。 五、管理压力。 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我们可以通过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压力。 六、保持积极的心态。 积极的心态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也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七、保持适当的体重。 过重或过轻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通过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来保持适当的体重。 四、改善睡眠环境。 改善睡眠环境也是改善睡眠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们可以尝试降低噪音。 调按灯光、调整温度、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保持卧室环境安静、黑暗和凉爽。 你也可以使用蒸汽眼罩和耳塞来阻挡噪音和光线等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环境。 五、采用放松技巧。 采用放松技巧也是改善睡眠的一个重要方法。 例如,我们可以尝试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等放松技巧。 减轻压力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更好地入睡。 六、寻求专业帮助。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改善我们的睡眠,我们应该寻求专业的帮助。 因为有些人的失眠可能是由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或者是由于其他的身体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寻求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例如,我们可以咨询睡眠专家或者参加睡眠治疗课程。 半夜醒来再也睡不住可能是由生活习惯不良、压力过大、身体健康问题和环境因素等原因引起的。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减轻压力、关注身体健康、改善睡眠环境。 采用放松技巧和寻求专业帮助等方法来改善这种情况。 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